这个地质藏肝呢 我们下节课再补充一点 那么这节课呢 给大家说个有趣的 就是这个 一个八字 它的思权思命思令 这三个字 那么这是古话 我们用现代的话去解释一下 因为很容易搞混 那么这个就不看了 要跟我们就不看了 说一个八字 年月日时 月注这个甘致为大 比如说你是耕吟月 什么年 什么月 什么日 什么时 就只看这个月 耕吟日注占了整个八字的 百分之七十的能量 主要以这个为主 那么这个月呢 也就是这个银子 占了这个月注的又百分之七十 可见这个地支啊 它这个能量很大 在天成像 在地成星 这个 你硬是形成习气了 这个习惯 打死你也不招 也不改 就这样了 那这辈子 所以就是你的命 那你的环境 你成为一切业所造成的果 你就要承受 想画 慢慢来 很难 那么 这个银 它的本性 银某什么物嘛 这就是立法纪文 它是全局 说了算 甚至定你整个一生的命运走向 控制着你日主 地球围着太阳转 就跟着它走 能量的走向趋势 那么 立法 我们知道是什么呀 我们就不具体说了 有些关键词需要规避 但是 这个立法案 立的对不对 符合国庆 是不是因为人性 不一定 你以为有了法就好 如果是你的喜忌神 那你这个生物 我就运行很好 喜忌神 如果是寄神 那我就生不丰时 怎么办呢 就只能等着大运流点来配合 来冲掉它 访客为主 替你平反了 那么 再不行 怎么办 其他圣贤的只有你自己修行 看着办了 怎么办 圣贤的叫思法 就是说 我虽然立了 但是 哎 得通过人来实行嘛 这个银里面 包括甲饼物 甲多少天 饼多少天 物多少天 但是那个甲 跟银是同属性的 它占的天数最多 那么 还有可能 过了他这个值班的时间 领导舞台 饼就说了算了 那饼说了算 一方面 他可能有私心 第二方面 他的想法就跟你这个不一样 他就认为 这个 哎呀 脑筋不够用 不管主动被动的 不合这个法了 那也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 就看你喜用神 如果你是丙日主 身弱 尤其是男性 那基本可以端定 那么这个 他就更吓着你 但是 完事了吗 没有 他 这段时间 输了算 但是他又指挥谁呢 他还不直接出来 这个在地支 天干吐出了这个羹 这个披着羊皮的狼 胡甲虎卫 那么 羹银 这个羹 反而磕着个甲 磕银 那可见 他跟这个立法完全相违背 相悖论 甚至假公祭司 那也就麻烦了 如果这个法是不好的 哎 他法是好的 那同事去 就是这么来论 这个 如果刺恨都是假 那你这个人格局就高了 无论好坏